马上就要进入年底,娱乐圈的大大小小红毯活动也都一个接着一个,可以看到几乎在正式官宣之前,每一个红毯都带着肖战的名字,每一次盛典的你邀请名单中都说有肖战,结果等到最后连个影子也没看见。 对于外在这些东西,或许肖战不会再过多的关注,要转型做实力演员,那么就应该有所取舍,才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。 而至于网上最近一直都传出来的肖战,将会录制《东梦之约2》的综艺消息相比较,其他一些来说,这个还是蛮靠谱的,毕竟当初《东梦之约》第一季播出的时候,观众和好评就特别多, 而肖战作为冰球的运动推广大使,他自然也会参与到更多的话题和活动中,但不管这个消息是真是假,在没有得到官方确切消息之前,粉丝们真的要宁神,要跟着官方走,跟着肖战走,不要成为别人溜粉的工具,更不要成为别人来攻击肖战的靶子,能够做到的就是管好自己的嘴,专注自身,专注自家,也正是验证了那句话,我们要时刻听肖战说, 而不是从别人嘴里听到他,不管外界环境怎样变淡,肖战始终清晰自己的目标,明确坚定自己的前行方向,所以,每一个跟随他的人有何不是如此呢? 只要努力地朝前走,朝着肖战的方向走,总是没有错的,就像肖战所希望的那样,我们每个人都尽自己所能献出自己的爱心,一起跟随肖战,怀着爱心,共同前进走向更好的自己, 大家可以看到,每一个跟随肖战的人,其实都是温暖善良正能量的人,每一次这样的呼吁和跟随的情况下,都可以看到大家发自内心深处的祝福和对肖战的喜爱,就连粉丝的心声都是这样的, 一致看到这些留言真的很感动,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,成为更加优秀的自己,今日讨论话题,跟随优秀的肖战,成为优秀的自己,肖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